哈囉大家好我是Maurice 歡迎來到我頻道 新節目球員整聊是第二集 我們同樣邀請到幼氏籃球的天佑 天佑哥好 嗨大家好我是天佑 本集我們要討論的是 然後並聊聊未來若有機會的話 中華隊是否有機會規劃他 是 Dionte Davis目前是剛滿26歲 然後他當年在ESPN評價是四星高中生 是全美的排名 22 確實很高 非常高 那 Davis其實大學就讀密西根州大 其實NBA是在第二輪被選上 那其實他當初是有被邀請進 我們所謂NBA選秀的小綠 結果他卻掉到第二輪 就是有點滿尷尬的 對就是大家看好你 結果你沒有在大家的棋王內被選上 那其實Dionte Davis在 灰熊雖然沒有打那麼好 可是在老鷹其實有不錯表現 去年其實就加入雲豹 那其實表現也算是滿不錯的 就是感覺比較少球迷關注到他吧 確實 所以我們今天就以有機會的話 當然也不知道說本人意願 那 Davis 是否適合中華隊 是 還有他的能力的介紹 ok ok Devis 他的特點是 他的火鍋能力非常好 是 那先生哥 你看完影片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說 他的火鍋是靠他的判斷 還是他的身體數字呢 其實我覺得他以現在的狀態來說 他的判斷會大陸於他的體能 因為你也知道他在NBA時期的 身材的維持的狀況 跟現在在台灣打球 其實有滿大一段落差的 那其實我覺得他現在在台灣 能夠蓋到這麼多火鍋 第一個是他的判斷能力好 那再來是台灣球員對於 高個子的 對 他的finish 終結的技術並沒有那麼的完善 所以他能夠蓋到火鍋的結率 相對來說就會更高 因為火鍋 我們當然知道說是判斷 那是有機會訓練的嗎 其實可以 但是這就是透過實戰上 你要去判斷出手的時間差 然後以及他的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站位 那站位相對於重要 因為 當你今天要去打火鍋的時候 你就會放到你原始 防守的這位球員 應該有了位置 去做補防的動作 那相對來說 只要你的站位好 判斷好 再擁有很好的身體條件 你長得高 而且爆發力好 彈跳能力好 甚至像 David's他的臂展球 看起來也是非常非常的 以他這樣的球員 在一個好的站位 再加上他原有的判斷 其實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影響到防守的出手的空間跟視線 他在蓋火鍋的時候 他其實位置並不會說 為了去蓋火鍋 反而放掉內線 他可能會算對方腳步 或是什麼 然後去選擇用抓那個時間 應該說他等球員放完球之後 他才去做移動的動作 對 也就是他的火鍋時間 他是在最後 你已經決定你要放球之後 他才做第二時間的火鍋的起跳 所以這樣的防守方式 對於防守球員來說 他會更安全 因為他不會很容易的被傳小球 他可能比較少被假工作騙 對 如果你是以預判的方式 或提前的去做起跳的這個方式的話 就很容易被傳小球 或者是買到犯規 對 這就是我們在影片中看到David's 他在火鍋能力這個地方比較出色的地方 所以應該說他的彈數應該是頂尖的 因為他現在的體態還有這樣的彈數 其實我覺得以他的體態這樣 還有他的身高應該是算非常好 那以在台灣這個T1這個聯盟來說 他已經算非常好 對 好那再來就是David's的技能包 那你覺得這樣適合中華隊嗎 他在不管是接小球 撲框能力 籃板 還有中距離外線的出手 都有一定的火候 也就是他具備了現在 當今籃球四五號位需要的能力 對 那中華隊其實一直欠缺的就是一個 能夠互荒的球員 嗯 那他也要能夠投外線 嗯 相對還有一個點是我覺得 我還沒有看到他就是撤影能力 因為台灣的控球 相對來說他比較小致 在國際賽 遇到高壓的防守 還有身材比他更好的時候 他要去組織球隊的進攻 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容易 對 對所以這時候如果有一個四五號位 他是能夠去串連 串連整個球隊的進攻 能夠做好撤影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對中華隊的規劃人員來講 這個點我覺得也相對來說 也是算很重要的 那以其他的點來說 不管是防守啊 投籃能力 或者是護框籃板這幾個 基本的接小球的能力 我覺得他都是具備的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他低位能力 我覺得還沒有看到這麼突出 比較多都是吃餅 對 就是接到小球 或者是接到俄波籃板去做進攻 但是像我們在中華隊比賽 非常常見的 其實我們最常打的就是 防守、壓迫、反壞攻 去創造 那其實Daddy其實是適合的 對是適合這樣的攻擊模式 但是如果今天你打到拉鋸戰的時候 那我們有沒有一個 非常穩定的球員 是可以在他的點上面 去創造出得分 對去破壞 然後吸引包家 吸引其他防守者的注目 然後讓整個球隊的外線 或者是小個子球員 可以加入這個金融 我覺得這個點是非常重要的 對 Devis 比較多是 籃下吃餅 一些小拋頭 跟一些外圍投手 對他比較像是 綠葉球員 他比較像有四號位的感覺 對 他沒有那麼多 五號位的一些 低位單打的腳步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 配合的部分做得很好 但是他主攻的方面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觀察一下 對 對 台面上 現在我們本來就有規劃學員 Arteno 然後還有 非常多球迷在討論的 夢想家的 吉爾貝克 大師 然後跟Devis 那這三個 你怎麼來排呢 Arteno我們就不說 因為他已經規劃了 那我們以新的來說 第一個 大筆擁有很好的 激容性 跟熱情 能量 這個是我覺得在Devis身上 比較沒有看到的 在經驗的部分 還有處理球的部分 這個地方 Devis 比大筆再好一點 但是不得不說 大筆在上季 開季到現在 他進入的幅度 是我們大家有目共睹的 對 對 所以 這個部分我覺得 透過時間 透過訓練 透過比賽 大筆是有機會 去成長的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也就是讓 藍協決定規劃學員 這個位置的人 去決定 這個機會留給 誰呢 對 留給誰 讓他是比較有成長的 空間的大筆 還是現在已經算是 能夠穩定的球員 Devis 因為兩個人的年紀 其實是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以經驗來說 Devis好一點 但以低位 膽打來說 我覺得兩個人現在 目前差不多 對 那以小球的部分 其實他們兩個 都可以做到很好的狀態 火鍋方面 我覺得大筆 也不一定會輸Devis 大筆感覺是拚勁 就是大筆 他可以透過他的能量 去得到一些 我們覺得 Bang Bang Play 就是5050 這樣的球 那Devis 他可能會有更多的腦袋 去判斷他是否該衝這顆球 所以 其實我覺得兩個人 雖然說他們狀態很像 但以目前的打球的方式來講 其實還是有些不同 如果 以我來說啦 我會 如果是我在決定 我會規劃 Duck 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能量 是我比較希望看到的 而且他的進步是我們可以看到 也就是他的天花板 可能還可以在網上延伸一點點 我覺得 在球場上的這一種 Energy Energy 還有他的熱情 還有他對於籃球這種執著 是很少在 外籍球員 外籍球員 現在的紅金期已經快要過 沒錯 規劃大B 就是他的時間軸可能有點對不上 我懂你的意思 應該說 像 讓鷹俊或紅茂他們需要一個非常有經驗跟穩定的 對 就是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可能 Devis 比較適合 因為他的籃球智商 他的 他打過NBA的能力 對 他可能比較適合去跟 鷹俊啊 紅茂 去做搭配 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 這個點不用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對 就是可能說 大B 可能是要配到 可能下一代是有機會 對 但是雖然兩個年齡是差不多 對 但我自己是覺得規劃 Devis 會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 最後我選擇上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觀點 那他看到的部分也不太一樣 對 那當然就是 因為規劃我們也知道 當然也要 本身球員有沒有意願 對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只是空談 對 好 那各位球迷如果你有想法 你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你想要規劃啊 吉爾佩克 還是Devis 嗯嗯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Morris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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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也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